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大家好 我是夏冲请多指教 我知道我知道 这首肯定会有很多小伙伴们发弹幕 夏冲又在这里损视频了 2077本体还没出 就在这一 DLC的内容了 我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就是没办法 当你热衷于一款游戏 甚至对它着迷的时候 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着 如果游戏中有这种设定 或者是这些内容 那就太好了 另外 根据我之前的猜测 在第三期火鞋夜之城中 可能就会公布游戏DLC的 相关信息 所以如果这件事被我蒙对了 那就正好能验证一下 我在本期视频中的DLC点子 有没有哪准的了 综上所述 本期视频呢 我就来总结一下 我想到的最可能 也是我最想出DLC的内容 哪一口嘛 万一实现了呢 好了 废话之后 让我们进入正题 No.1 排在第一的 当然就是来自巫师3的 西里DLC啦 作为CDPR旗下 大作巫师3中 可能是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 加入到赛博朋克世界的呼声 是非常的高的 我们也知道 在2077中呢 已经有了西里彩蛋了 彩蛋都有了 DLC还会远吗 那么接下来呢 就进入下想环节 聊一聊我涉及的剧情 其实在巫师3中呢 就有这样的桥段 西里通过自己的能力 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并在其中探险了一番 我的剧情猜想呢 就是根据这里而来的 西里成功地穿越到了 2077年的夜之城 正巧就是V的公寓里 在V和西里一番对峙之后呢 便成功地被对方的设备所折服 最终两人也变成了好朋友 西里猫子因为这次穿越 用力过猛 导致暂时无法再用能力穿越回去了 所以这两天呢 西里决定住在V的公寓 恢复能力 顺便呢 也来了解一下 这个陌生的世界 从此之后呢 两人形影不离 白天 V载着西里在夜之城的公路上 飙车旅游 向他展示 在2077年的钢筋水泥和 糜烂霓虹 晚上 西里就向V描述 他的世界里的趣闻乐视 森林 动物 大自然 超自然 还有在赛博碰空中 都不存在的浮温魔法 就这样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可能是因为V自己的老敌人 可能是因为有人 乡中了这个外乡人 西里被绑架了 而已经是好朋友的V 选择毅然居然的 把西里救出来 在经过了长达 好几个小时的 找线索 求助当工具人 再找线索 再求助当工具人的游戏时间 V终于找到了西里 也成功的把他送回了 属于他的时空 在离别之前呢 V跟西里说 啊 这边世界的事情 尤其是我的事情 就不要跟你的 那个世界里的人说了吧 免得发生什么 违反某某定律的事情 而西里呢 也在离别前 把之前留在口袋里的 狼派装饰物送给了V 而这个装饰物 被Dex看中 并且无理地要了过去 之后放在了鞋上 而V有一个开娱乐场所 和一个设计汽车的朋友 都向V询问起名字的事情 而V呢 也把这两个 不属于叶志诚的词汇 告诉了他们 而至于公司员工 背景开场 在办公室抽屉里的 有西里封面的杂志 可能只是那一天早上 睡糊涂了 太想念西里 而产生的幻觉吧 要不然你让我 怎么圆怎么编 虽然在很多游戏中 都存在着 向其他游戏致敬的彩蛋 但那也只是彩蛋而已 像这样 把其他游戏中的人物 拿来到NPC的游戏联动 可能会面临 很多条件的制约 在这里呢 简单地说一下 我能想到的 三个主要的制约 第一点 当然就是版权问题 如果你用了 其他游戏中的角色的NPC 还没有提前通知 对逢公司 那么等待你的 就可不仅仅 只是一张 简单的律师函了 当然作为蠢驴 名下的两款强力IP 版权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除非蠢驴 真的是太蠢了 自己告自己 第二点就是 两款游戏在类型上的相继 联动 说白了就是 可以让游戏A的玩家 知道游戏B的存在 因为喜欢RPG游戏的玩家呢 很可能也会喜欢 另一款RPG游戏 从而在联动之后呢 游戏A的玩家 才有欲望去购买游戏B 通过联动 让两款游戏 都能获得玩家数量 爆炸性的增长 但如果游戏类型不相近 例如一款RPG游戏 和一款模拟经营游戏联动 喜欢RPG游戏的玩家呢 可能不会去喜欢 玩模拟经营游戏 所以玩家数量的增加呢 就不会特别的明显 而巫师3和2.77 虽然游戏世界观 有很大的不同 但都是RPG开放世界游戏 并且有的时候 每次不同世界观的 两个角色人物 通过各种途径 走到了一起的故事 可能会有更加 还想不到的冲击感 第三点就是游戏规模 如果一款游戏 玩家数量在100万 另一款游戏 只有不到20人在玩 那么第一款游戏 就没有任何意义 去花费大量资金 来搞这次联动的了 而作为之前大卖的巫师3 以及人气颇高的2.77 这种联动 可谓是强强联手 没有不连之理 综上所述 这个联动猛了 就看我自己能不能 蒙对游戏剧情了 第二个DLC猜想的 就是我说过很多次的人造辅导 水晶宫殿了 那在这里请允许我 透览一下 转载一段 潜在百万粉丝 UP主的视频素材 那注意 本段引用的 已经得到了原UP主的许可 另外在这里所发射的火箭 是否预示着 之后的太空战内容 或者是很早之前 我所提到的水晶宫殿的内容呢 水晶宫殿 就是人造的悬浮 拉斯维加斯 里面算是一个各种服务 应有尽有的大型娱乐场所 通过官方发布的概念图 类似的悬浮建筑物 已经出现在了 2077的世界观中 所以想再造一个 更加巨大的悬浮建筑物 理论上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 这种悬浮建筑物 出现在游戏本体的 可能性很低 一是如果有的话 应该会在宣发上 当做卖点之一 二是如果有的话 我们也很难从 众多演示视频中 看不到它 但是这种悬浮建筑物 出现在DLC中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在游戏发售起 大概半年之后 一部分核心玩家 可能就已经厌倦了 早已熟悉的 夜之城的风景 想要体验 其他新的地区的面貌 这样就只能 再做新的地区 例如再来一个城市 但是再开辟一个城市 一是成本比较大 二是可能和原来的 游戏内容 就没有太大的联动了 但是如果突然出现 一个悬浮的 大型娱乐场所 也不会觉得粗误 这座成本应该会比 单独制作一个 完整的城市要小很多 而且从天空向下 看夜之城的景色 感觉也是另一番滋味 所以我猜测 悬浮水晶供电 DLC的可能性 还是略高的 第三个DLC猜想 就是关于 大名鼎鼎的 隐手约翰 跟第一支DLC中 戏里只能当做 游戏主要PC不一样 这一次 我想让玩家 可以实际操控 隐手约翰 来当一回百万人 关注的摇滚巨星 可能这时候 有观众就会问了 夏冲你怎么回事啊 第二期火焰 都公布了 一手约翰的画面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水DLC内容猜测呢 实不相瞒 其实这篇视频的文案 我早在7月24日 就已经写完了 所以在8月12日 公开的火焰2的画面 其实也表明了 我的猜测是准确的 只不过不是DLC内容 而是很可能 在游戏本体 就会出现相关桥段 那我自己的设计 是这样子的 在V脑子里 插入的生物芯片 里面就有 严手约翰的意识 而在某次操作之后 严手约翰甚至可以 向V展示自己过往的记忆 而因为某个任务 V不得不向 严手约翰曾认识的人 寻求帮助 或者是不得不和 这些人打交道 可在V去找这些人之前 严手约翰就会向V展示 之前他是如何和这个人认识 并且一起经历的种种画面 通过严手约翰的记忆 和现在的这个人的 不同素对比 来体现叶志诚 改变一个人 甚至摧毁一个人的能力 这些人可能是 有50乐队的成员 严手约翰年轻时的玩伴 当时的地头老大 或者是之前就认识的小人物 但是之后成名的 现如今的传奇人物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 严手约翰的前女友 这种利用时间的穿越 来切换角色的设定 我能想到的缺点 就是打断了游戏中 玩家控制的V的成长 毕竟游戏本体的人物就是V嘛 如果你游完了几个小时 一手约翰的时间线 对V一点成长帮助都没有的话 可能会感觉到游戏的脱节 不过我想如果能用第一人称 开一场自己CV的万人演唱会 这种脱节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另外在火翼2中出现的画面 已经出现了50乐队的全员阵容 并且还给了吉他手Carrie的特写 说明其中会有跟乐队有关的桥段 第四个DLC猜想 就是全新的背景故事 现代玩家可以选择三种背景故事开局 分别是流浪者 低头小子 以及公司员工 添加一个背景故事 可不仅仅是在开局前 添加一个选项和一些介绍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知道 每一种背景故事都有其独有的开局 所以新的背景故事 至少会附带一个全新的游戏开局 也就是背景故事的起源任务 其中也会有全新的捷克的背景资料 以及两人相识的过程 而因为捷克资料的不同 我猜想两人在之后的故事中 如果有聊到之前生活的话 也可能会因为玩家选择的背景故事 出现不同的对话内容和选项 另外在游戏中 很多对话选项 都会出现背景故事独有的选项 而这些选项 说不定也会延伸出不同的任务走向 甚至不同的任务结局 例如在18年演示视频中 当V把芯片交给旋温帮老大的时候 公司员工背景故事的V 就可以选择告诉Royce 在芯片上安装病毒 是公司的关用伎俩 从而和漩娃棒结盟 所以有可能添加一个背景故事的工作量 会比我们想的还大 可能就是要对大部分的剧情和任务 做更多的添加内容的工作 第五个DLC猜想就是 新的职业 虽然在2077中没有所谓的职业一说 但其实根据游戏的专长 目前也可以把人物划分成三个主要的职业 分别是独狼 黑客 以及济师 而如果添加新的职业 则很大可能会添加相对应的专长和技能 我不太觉得会改变核心的无中属性 所以新的专长可能会加在现有的技能下 或者直接再添加新的技能 其他可能会添加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可能会有新的武器 或者是装备 或者是与新职业 或者是新专长相对应的装备词条等等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赛博朋克宏中出现的职业 在设定题中呢 一共列举了9种职业 除了我们熟悉的独狼 毛龙黑客 技师 捉担人 公司员工以及流浪者以外 还有另外三种 第一种就是摇滚小子 通过演出和运脚 来和大企业进行对抗的摇滚人 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熟悉的野手遇汉 第二种是媒体人 通过不惜一切代价 来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人 网红明星以及社会人士 在设定题中 武士乐队的前键盘手Nancy 在乐队解散后 就加入到了五四新闻 成为了现在非常有名的新闻记者 另外2077的官方游戏设定题 也是通过一个媒体人的身份 向玩家展示和介绍叶之城的 第三种则是执法人员 在偏僻的公路和街道上 巡逻的武装人员 而在其中呢 我个人最希望能出个 摇滚小子的背景故事 以下呢是我瞎想的开局 最开始因为鼓手的梦想 而去寻找其他乐手 组接乐队 这时候可能会有弹幕发问了 一个乐队那么多乐器 为什么会选择鼓手呢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 是有非常谨慎的思考的 因为某高尔夫游戏 已经有吉他模拟器了 如果再来个吉他的话 就撞乐器了 电吉他和传奇人物 音手约翰撞行 贝斯手没有存在感 鼓手就刚刚好 还可以添加个 打击乐队音乐小游戏 当好不容易组建好了乐队之后 因为一场疫情原因 不得不取消所有演出 乐队没有了任何收入 所以一个刚成立不久的乐队 就不得不面临解散的问题 但是V还是不想放弃音乐梦 无奈搞音乐还是很烧钱的 那这时候听说有一单 在叶志诚的买卖很赚钱 可以一夜暴富 从此 V被卷入了一个 发生在夜志诚的阴谋之中 之前我也提到过 2077的现版本技师职业被大砍 玩家虽然仍旧可以拥有小瓶头 但无法像是看门狗一样 控制小瓶头 那如果完善小瓶头的 控制操作内容 再加上其他的机器 例如我曾经猜想的 军用科技的无人侦察机 说不定到时候 某只DLC就是 全员技师模拟器了 那再印一下 其他的有可能的技能 摇滚小子 这个题材又可以当背景故事 又可以当技能 是不是有点靠谱了呢 技能就来个乐器吧 可以用乐器攻击敌人 用电脊子砸死他 或者是通过刺耳的声音 来让对手耳鸣 商人 添加了看家 囤货 吹捧 直播带货等技能 通过倒卖二手商品 积累资金 从而成为了叶志诚 赫赫有名的大富豪 中间人 添加社交 信息搜集等技能 通过自己超高的社交技能 和慢慢建立的人脉网 来指派旗下独狼 去完成可以生人的任务 我感觉后面两个技能 都可以做成游戏中 另一种模式了 赛博朋克 大富翁之类的 或者是模拟经营类游戏 自己通过 在街头搜寻人才 拉房接火 在培养手下的人 去当独狼 为自己办事情 当自己忠诚的工具人 从而垄断 整个叶志诚的中间人商丹 这个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每一个NPC 都有自己的特殊属性 也都可以招募 是不是有那个味道了呢 第六个DLC猜想 算是赠送给各位的吧 就是关于在游戏中存在着 并且发挥空间无限的 赛博空间 黑网 超梦 像是这种虚拟的世界 想做大做强 感觉没有任何的问题 甚至可以在其中 添加各种脱离赛博朋克风格 甚至脱离游戏主题的场景 我在这期视频中提到的 关于在赛博空间内的大战 其实就可以做成 很不错的DLC内容 虽然在那期视频中所提到的 在赛博空间内 玩家可以召唤神话生物 实属原贴作者的翻译错误 但是通过视频的反馈 感觉玩家的反响也是很强烈的 另外 既然是在虚幻的赛博空间内 很多想法就可以更加大胆 更加跳脱 想要在夜市城 看到可爱的小动物吗 没问题 在赛博空间内 任何生物都能出现 现实的 非现实的 神话的 玄幻的生物应有即有 想要有另一处公寓吗 没问题 玩家可以在特定空间内 购买各种预制的公寓 甚至可以下载 网友制作的各种奇葩公寓 想要瞬间有老婆吗 没问题 玩家可以任意调整 和各个NPC的好感度 甚至玩家可以自己念人 通过暧昧代码 做出专属于自己的终身伴侣 后面的S表示复述形式 所以 一个建立在赛博空间内的 从夜市城脱离了出的 虚幻世界 被做成一只DLC的想法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那不知道各位看过 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 点着吗 不妨在评论区天方夜台 一起交流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下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咯 拜拜